现在我们来看看双萤幕要怎么做设定 你可以按滑鼠右键显示设定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1跟2 你按下识别之后在你的萤幕上面就会显示出 这是哪一个萤幕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拖曳 改变你显示器的排列 那当然如果说你有需要 也可以把第二个萤幕把它设为直式的 在这边显示方向这里可以把它变成直向的 按下确定之后它就可以改变 那如果说你两个萤幕的顺序 就是主萤幕要把它设成这个 第二颗萤幕要设成这个 你可以把原本的第二颗萤幕按下去之后 在下面这里可以把它勾起来 变成主要的显示器 这样这两个数字就会交换 接着我们来看工作列的部分 在双萤幕上面呢 你只会看到有一个萤幕有工作列 那你可以在下面这里进入工作列设定 往下找到多部显示器 在所有显示器上显示工作列 这里有三个选项 如果你选择第一个所有工作列 那么在第一个萤幕所看到的这些工作列 包括我们的丁选的应用程式 还有已经开启的应用程式也会同步完整的显示在第二个萤幕上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主要工作列和视窗所开启的工作列 这个时候呢 在另外一个萤幕上面 并不会特别去显示我们所丁选的这些应用程式 只会显示所开启的 那两个萤幕上面都会出现所开启的这个应用程式 第三个的话视窗开启所在工作列 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比较适合我们在教学上使用 例如我现在把MyNewBall这个视窗拉到另外一个萤幕上 那么我在主要的这萤幕上面呢 就不会看到它 它会出现在另外一个萤幕上 接着我们来看看绘图版 如果在双萤幕的部分使用上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些调整 会让它变得比较好用 以我手上的这个Wacom部分呢 那在它的板子上面其实我们有这些点 你可以知道说你的那个萤幕上对应的位置 那因为绘图版使用的是绝对值 所以它的右上角就是我们萤幕的右上角 但是呢因为你用了双萤幕之后 它会两个萤幕呢同时都能够用这个绘图笔来做控制 这样子其实我们在用的时候会变得比较不方便使用 那您可以把它官方的应用程式 驱动程式的部分把它安装起来 里面都会有类似的设定 首先我跑到近设这边 找到这里有一个萤幕范围 我们可以把现在呢绘图版的绘图范围 可以把它限制在您比较主要使用的萤幕上 因为预设子你可以看到 等于你双萤幕之后 我们的绘图版也是一半是萤幕1 另外一个是萤幕2 这样在使用上有时候会有些困扰 一下就游标就跑到另外一点来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限制在 比如说我的主要萤幕是这个 那我就以这个当作是我绘图版主要绘制的范围 我就把萤幕范围设为萤幕1 那么你可以从下面这里就可以马上看到 它的一个显示对应的情形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绘图版呢 它的这个有一条USB的线 那也许有些时候你的摆放空间 或者跟你的电脑USB的孔位的位置不对 那么你有需要摆成不同方向 或甚至你的空间比较不足 你要摆成直式的 这个呢我们都可以透过这里的方向去做调整 那你调整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会改变 那这样你在使用绘图版的时候 它就会重新对应过它这个 那个跟萤幕的对应的位置 所以这个是大家呢 在第一个使用它的时候 你的绘制的范围可以做一个调整 这样使用起来会比较容易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是绘图笔的部分 那么在笔的上面呢 一般绘图笔都会有像这样 至少有两个按键可以使用 那么以预设的按钮功能来讲 上面这一个 上面这个呢是按滑鼠的右键 那下面这个预设它是卷动 不过其实我是觉得卷动 可能我们平常在使用比较少用 那如果以教学来讲我们比较常会 就是除了用笔书写之外呢 我们还会有橡皮擦擦除的需求 那我就可以把这一支的笔上面 第一个按钮我就可以把它设成是橡皮擦 所以我们可以进到画笔的这个功能 直接来这边将这个功能设为擦除 那以MyViewBoard来说 MyViewBoard它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电子白板模式 一种是Windows模式 它都有支援这个笔 这样的一个使用方式 以我们现在这边来说 如果呢我在这里 先绘制了 写了这样的字之后 那么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呢 如果呢 按住 第一个按钮不放 这样我不需要切换到橡皮擦的功能 我就可以直接做擦除的动作 使用上就相对比较方便 我不需要再做这个切换工具的一个功能 那么如果我们进入的Windows的模式 一样的在这里 我先用笔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样不管是绘制 或者呢 我们搭配其他的这个 白宝箱 我们来这边画一条线 好 那这些东西呢 一样的 您可以看到 我按住 这个按钮 不放 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画笔 的一个橡皮擦的功能 我就可以这样把它擦掉 所以都不需要特别再去动到 这边的一个工具的切换 所以这样子使用上 应该在教学上会比较方便 给大家做个参考